没有一只芭比娃娃的童年 肯定是不完整的 作为世界玩具市场上畅销最久的玩偶 芭比娃娃自1959年诞生以来 受到了全球上亿小朋友的喜爱 它的销售版图遍及150多个国家 因为有着介于小女孩和成年女子之间的样貌 芭比甚至还成为了全世界男女老少的心爱之物 不管你是谁 你都有可能会在生命的任何阶段 爱上一款芭比娃娃 当然它之所以这么深受人们的喜爱 其中最大的设计亮点 就是它拥有一个超级无敌的衣橱 从1995年至今为芭比娃娃量身定制的衣服超过了11套 每年约有100款芭比新装被开发出来 小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给心爱的芭比娃娃换上不同的衣服 把芭比娃娃打扮成医生 律师或者宇航员或者美丽的小公主 因为换装的过程 好似承载了童年时代的梦想一般 于是对于这样的换装工作 小朋友们总是乐此不疲 今年暑假上映的芭比 为了展现芭比娃娃可以无限换装的设定 也为扮演真人芭比的玛格特罗比 定制了超豪华的衣橱 部分服饰的设计灵感 还来源于历代芭比娃娃的经典造型 影片一开场 芭比穿着一条吊带散裙登场 这条粉色连衣裙 是像1964年的跳舞芭比之际 款式的设计 很符合五六十年代女装的风格 白鱼粉的配色 既清爽 又很容易融进芭比粉的背景里 那一套花朵造型的首饰 搭配这条粉色的裙子 很有公主度假的风情 来到海滩度假以后 芭比的格子裙 尽管样式没有太多的变化 但裙子的长度 要更短了一些 腰间还增加了一个蝴蝶结的装饰 同套出镜的配饰 比如格子帽子 还有贝壳项链 都体现了更浓郁的度假风情 当芭比和肯驾着跑车 决定去到现实社会去冒险的时候 她的粉色着装 是一条非常少女的公主裙 花瓣造型的衣领 搭配了可可爱爱的泡泡袖 头上还有一顶软软糯糯的贝雷帽 一切都看上去非常的甜美 连带着芭比的笑容都变得动人了许多 而这套毛泥材质的吊带裙 从脖子上的项链 到手提的爱心包 再到那一条眉红配色的裙子 都是香奈儿的经典款 尤其是这条巴洛克风格的项链 是整套着装的点睛之笔 它是香奈儿1995年的春夏单体 总价值超过了20万人民币 来到现实社会以后 芭比和肯的西部牛仔装 很有反叛的精神 特别契合剧情的发展 芭比的服装 有无袖的小马甲 搭配一条阔腿裤组成 线条非常干净利用 卷边的帽子和印花的丝巾 都是西部牛仔装必备的元素 为了增加着装的吸睛亮点 马甲的衣领 还有阔腿裤的裤边 都相有亮晶晶的亮点 此外芭比和坎的情侣装 还包括这套溜冰衣 设计灵感 汲取了1994年发行的 芭比娃娃的造型 只是芭比的连体衣 去掉了袖子 并剪短了裤腿 溜冰鞋和护具 改成了颜色更醒目的荧光绿 让出入现实社会的芭比 更加的眨眼和醒目 强调与周围的人类格格不入 除了粉色的服饰 芭比的衣橱里 还有很多蓝色的衣裙 她这条挂脖设计的蓝白裙子 还有出入沙滩身着的短裤套装 都受到了1994年 游艇俱乐部芭比娃娃的启发 很有航海的风格 就连耳朵上的蓝色耳坠 都是传毛的造型 当芭比从现实社会 再次回到芭比世界后 她粉蓝绿胶织而成的格子套装 也有着五六十年代女装的风格 标志纤细 裙摆宽大 但剪裁线条非常的硬了 能从视觉上感受到肢体的僵硬感 版型的设计 很贴合芭比式玩偶的体态 芭比的蓝色服装 还包括这条白蓝撞色的连衣裙 超短的长袖裙子 整体用到了深蓝的配色 但为了让着装的视觉不那么沉闷 三角尖的衣领和荷叶边的袖口 还有极西的袜子 都采用了大白的配色 就连头上的发带 还有耳朵上的耳坠 也都是雪白的颜色 在电影的结尾 芭比穿上了影片里 唯一一条黄颜色的裙子 奥斯卡获奖服装设计师 杰奎林杜兰 在设计这条裙子的时候 加入了很多的小心思 在芭比的世界里 服装的设计 没有很强调人体的柔软性 芭比的其他服装 都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玩偶的僵硬感 唯有这条裙子 是温柔似水的状态 这表明现在的芭比 已不再是原来的芭比 它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而且裙子的黄色 也与电影中 以粉色为主的世界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新型的吊坠项链 除了颜色呼应了裙子的配色 也预示了芭比心态的转变 而芭比这个出现在 影片开头的泳衣造型 从卷曲的发型 到永依的款式 则完完全全复刻了 1959年推出的 第一个芭比娃娃 看到这个时髦的造型 很能理解了 为什么芭比已经发售 就会那么的火旺 我要是生活在50年代 也会入手一个 这么漂亮的芭比娃娃 那么小时候的你 拥有过芭比娃娃吗 你的芭比娃娃 会拥有很多漂亮的衣服吗 在结束 天然后让一切恢复